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介绍一套freehold 永久地气的精致休闲 one bay room 加study 的小套房给大家 Let's go! 卡东 Regency 是华业集团 UOL Group 在2015年修建完毕 此项目总共244间单位 楼高15层 属于永久地气公寓 距离帕亚勒巴地铁站 仅需3分钟入程 这里是东部人气兴旺的商业中心 即办公、商业、休闲、住宅为一体 首先我们一起来到这套单位最漂亮的小院子 如果你是喜欢像这样带有patio的单位 那么绝对不要错过了 你看这休闲的摇椅 四周被绿油油的小树包围着 是不是在家就能享受到的度假轻松感呢? 此套单位的屋形是一个睡房加书房 外带一个漂亮的小院子 总面积710平方尺 永久地气 接下来我们从大门走路来参观这间小套房吧 长方形设计把饭厅和客厅融为一体 镜子的墙面设计增加了视觉效果 整排的悬挂式储物柜简洁又美观 外面的院子也增加了屋子的延伸感和采光度 打造了一个整体轻松休闲的居家特色 此单位另一个特色就是这3.2米的空间高度 让整个屋子非常宽敞和凉爽 现在让我演示这道推拉门 磨砂玻璃设计不仅方便清理 还具有私密空间的保护度 当家里有聚会时直接拉起来 灵活性设计让你随时可以在居家与度假风格中无缝切换 当关上推拉门后 磨砂玻璃融合了采光 加上这独特的空间高度 配上墙面旧木横条的装潢设计 巧妙的提升了整个空间感 让睡房变得小而温馨 睡房同时衔接着书房 落地玻璃窗设计 让整个书房看起来宽敞又明亮 还可以从书房直接通往patio 从整体也能看出 只套单位的设计心思 虽然是一楼 但丝毫却没有影响到整个屋子的采光度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厨房区域 开放式的厨房设计 配上悬吊式脚架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把整间单位的轻松氛围感 显得更加强烈 甘丝分离的卫生间 空间十分充足 此项目另外一个特色 楼下即是购物中心 小区的电梯也可以直达购物商场 商场的底层更是汇集了超市餐饮 便利商铺 再也不用担心烈日与暴雨的天气 下楼即可到达 超级方便 除此之外 小区对面便是汇集了各种美食的十个中心 以及具有马来民族风情的各种店铺也尽在支持 回到小区中心 健身房 多功能活动室 游泳池 儿童游乐场 烧烤区 众多选择 让你在不想要外出的周末也不会感觉到乏闷 让我们再看回这套单位的PATIO 它四四方方且宽敞 如果你喜欢多一点私密空间 像这样 改造成封闭式 就可在不同情况下 开放与封闭模式任意切换 大大提升了它的实用性 Cardone Regency 是一个永久地契的项目 仅有244间单位 属于低密度的精致住宅小区 另外 它也是新加坡为数不多的建立在零售商场的顶部 从家门到购物商场 只需要乘搭一部电梯即可到达 距离地铁站步行也只三分钟 如果驾驶更是四通八达 毕竟它是坐在东部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区 学校方面 光华小学 海阁女校都在一公里内 周围还有七间中学 以及两所国际院校 最后我们透过一个简单的计算题 来对此单位做一个总结 举例说明 过此套单位以120万新币的售价 来做银行贷款 保底75%的贷款比例 30年期限 利息以2%计算 月供费用则是3326新币 此套单位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 目前租金至少3200起 按照月供的金额 是不是非常的划算呢 如果已有心动 赶快留言进行预约看房吧 本支影片是与JBSG搜索加联合制作 如果你对新加坡其他区域房产感兴趣 欢迎直接联络我们咨询 同时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记给我点赞和转发分享 打开小铃铛 新影片上线就会叮咚你啦 我是小莉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订阅